又到了年终总结的时间了 去年初咱们树立了全球三大飞机制造厂 在2023年的生产交付情况 最近有朋友问 2024年他们咋样呢 今天来简单聊一聊 2024年对于波音来说是多灾多难 年初波音737 MAX9门塞爆脱 迎来了开门黑 到年终波音777-9取证遇到问题 再到第四季度三万人大罢工 波音公司一直在交投烂额中 所以2024年 波音的飞机交付量下滑了35% 只有348架 连空格公司的一半都不到 与他自己2023年 约510架的交付数量来说 直接下滑了三成 2024年 中国内地航司 共接收了波音飞机59架 在348架中占比17% 这59架飞机中数量最多的是 波音737 MAX8共51架 都是2019年之前的订单 此外还有两架波音787-9客机 分别交付给了南方航空和吉祥航空 六架波音777-200F货机 分别属于国航货运 南航货运和中州货运 波音777-200F货机非常的昂贵 目录价格高达3.525亿美元 飞机交付时要把除定金之外的余款补齐 这是波音公司重要的现金流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航司的支持 波音的2024年将会更苦 2024年空客公司在全球交付了766架飞机 比2023年的约730架的成绩有所提高 不过还是没有达到他自己定下的 全年交付770架的目标 他最开始计划2024年交付800架飞机 8月份考虑到发动机和部分零备件 短缺的时机情况 将年度目标调整为了770架 并且为了确保达标 他在2024年最后一个月交付了约120架飞机 产能还是非常惊人的 2024年中国内地航司 接收了94架空客飞机 包括A329neo三架 A320neo52架 以及A321neo39架 占空客全球飞机交付的12% 不如波音的17%那么高 8航工业2024年全年交付了73架飞机 相较于2023年的64架增长了14% 他另外还交付了130架私人飞机和3架C390运输机 相比去年都有很大增长 2024年中国航司没有接收八航工业的飞机 估计今后也很难再订够 但是美国市场订够了很多旧款的12G175 所以八航工业2025年的交付数量应该还会持续上升 波音和空客现在都积压了大量的订单 2025年空客的产能将进一步加强 交付数量可能还有小幅上升 波音公司在摆脱罢工影响后交付恢复正常 估计2025年全年能够交付550架左右 2025年中国航司还会持续接收空客飞机 特别是A320neo和A321neo 数量可能于2024年持平 波音飞机的接收数量将进一步减少 因为现在接收的737MAX都是2019年以前的订单 已经逐渐接收完毕了 从保持波音机队规模有序发展等角度考虑 2025年恢复订购部分波音飞机 特别是波音737MAX系列倒也有一定的可能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